大家好,我是东哥 上期视频给大家讲了 用绑勾器 有很多网友说绑勾器绑得太慢 还有网友说绑勾器上紫线 绑勾器是针对新手钓鱼 他们不会绑勾 那种也算是小陈器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快速绑勾 绕线绑勾法非常快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 我特意找了一个大锅包 还有一个粗线 咱们首先做的就是 把紫线 绕个圈 圆圈 然后锅饼 放这里 然后两个手指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缠绕 特别注意现在要换手 换手 继续去缠绕 然后再换手 还是换手 还是换手 这样子 大钩钓大鱼 要10到12圈 钓小鱼6到8圈 就行了 这样子 绕好之后 这个钩 放这里 拉后面的一个 主线 拉后面的线 拉紧 然后再拉前面的一根线 拉完之后 不要现在不要拉紧 然后调整 它这个方位 调整这个钩的方位 这个线的方位 我这个钩有点生锈 不好往上拉 调好方位之后 把它给拉紧 这样子 这个钩 就绑好了 好的 有喜欢此视频的 欢迎留言转发 评论关注 这个钩绑钩 其实很简单的 只要你 照着方法做 新手的话 你学个三四遍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了 你就能绑成了 好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东哥 今天咱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串钩的真正的不绕线的方法 前两期视频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两种方法 但是那两种方法 经过我测试 那个容易绕线 绕紫线 绕主线 然后这种方法 经过我这两天的试掉 实验测试和改进 掉了一上午 每次出去就是掉四个小时 现在已经掉了两次了 就是说 没有发现绕线绕主线绕紫线的情况 好 现在我把这个制作方法交给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咱们就 取线 一米二左右 一米二 结完线之后 然后一头预留二十公分 预留二十公分 然后 这里线对折 对折 对折之后 从这 这个线鼻这里 往回搓 就像那种 搓绳一样的 那种 搓完之后 它就像那个麻花一样 看 往回搓 搓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两个线 把两个线都拧在一起了 然后 打个结 在这里 打个结 在这里 这个可以留 多长呢 留五公分左右 就这样子 打完结 之后 把两个线 这样 这个就先不要拽它 先不要拉它 你如果 你现在你拉它的话 它容易把它给拉跑了 打完结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 两个线 绕个圈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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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缠绕两个线 来回 这样子缠绕 从下面过去 缠到四到五圈 缠好之后 把下面这个 咱们 拧好的绳这边 从下面 穿过来 把线 这个线收紧 就这个线 把它给 收紧 收紧 收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线 一定要收到 收到哪里呢 收到就是咱们打结的 这个位置 把线给收紧 这个是经过我 几天的各种实验 这个线 咱们以前 绑的时候 没有这个 没有拧这个麻花状 然后 它是中间是 线是空的 这个线容易从这个 缝隙里面穿过去 容易绕紫线 然后 经过改进 发现这个 用着还是可以的 还是不错的 然后 第二个呢 咱们 根据你想要的尺寸 继续往前赶 和这一样的 一搓 这样子 搓过来 看 然后打个结 真正的不绕紫线啊 但是你如果 做到真正的不绕紫线 那么咱们下面 还是需要一个步骤的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紫线的长度啊 紫线的长度 不能太 不能过长的哈 从绕 穿过来 收紧 好 这个也好了 咱们现在开始说这个紫线哈 绑绑好之后 你绑了四个或者五个钩 三个钩 四个五个都行啊 绑好之后 咱们就是这个紫线哈 绑好的紫线 这个长度不易过长哈 这个长度保存在多少呢 就是从钩子这里啊 从钩子这里 然后到顶端 也就是你的手指头 四个手指头 到五个手指头之间 不能太长了 你太长的话 这个紫线太长了 紫线是软的 太长的话 它也是容易挂线 容易打结的哈 然后 绑法和那个绑法一样 这个可以 就是如果紫线 弯曲了 种大鱼了 弯曲了 咱们可以快速换紫线啊 这个就是 把紫线这个 套到主线这里 套到主线这里 然后 鱼钩 从主线这个 遇留这个 缝里面哈 穿过来 然后 再从下面 再从上面 再穿一下 穿两下哈 这样 这个 紫线不容易跑 好 把线收紧 这个就好了 这个是真正的 不绕线 不绕 不绕紫线 不绕主线呢 你可以去实验一下 可以自己绑一下 去试掉一下 只要你这个主线 不是留的过长 这个不留的过长 它是百分之百 不会绕主线 绕紫线的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后期如果有什么更 快捷的绑法 更方便的绑法 我 一如既往的 会分享给大家 好的 拜拜 大家好 我是东哥 今天呢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有些新钓友啊 不知道这个鱼钩怎么绑 reib 我刚开始钓鱼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绑 后来在某多 或者某网上 买了一个小神器 就自己绑 自己绑的鱼钩很便宜的 你在某多 和某网上买 一副鱼钩 最起码要五毛钱 但实体店里边 更贵 要一块钱 咱们自己绑 一副鱼钩一毛多钱 那好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绑这个鱼钩 咱们今天所准备的材料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小东西 在某宝或者某桌上都可以买到 3块钱 然后鱼钩 5块9 5块9 300个 鱼线 也是5块9 买一送一 很便宜的绑下来 比买的便宜多了 鱼线呢 咱们把它从这个拖线板 从线板上面绕一周 然后剪断 保证一定长度 绕一周 然后多鱼这么多 然后 绑钩器 这里有一个斜角 下面一个螺丝 很方便它 把它给 拧松 然后 钩肩朝外 放到卡槽里面 然后下面螺丝拧紧 然后鱼线 从这里 卡下去 外面留3至4公分 然后 从这里 后面 绕过来 从下面这里 绕上去 再卡到 这个卡槽里面 然后正时针 转4到5圈 好了 转到这一面 就好了 然后 然后 右手拖住后面 从 把 这个 拿过来 这里 搬上去 然后 从下面 从这里 掏过来 上面 拉紧 就这样子 拉紧 好 现在看 鱼钩 这个鱼钩 就绑好了 然后把 多余的线剪掉 制作非常简单 一分钟 可以绑几副 然后 然后绑第二个钩 和那个一样 钩间朝外 放里面 卡紧 从这里 制作非常简单 拉紧 送开 把多余的线 剪掉 然后 紫线 两个钩之间 留一定的距离 然后 上面 打结 鱼钩就绑好了 绑钩不求人 自己就会做 好 今天视频 就分享这里 好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董哥 钓鸡鱼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钓鸡鱼 钓鱼的我俩 准备的材料 一公斤 随米 一瓶 中药炮的 在那个摩包上 都可以买到 五万件的 要求 衣包 射详 腔鱼 两块钱 现在 就是 再把这个 玉米 焯香 然后这还有一杯 大米 那个省虫 能吃 然后再把它馋一块 现在去 把它给焯香 手前 把锅打开 纹路尽量底 消火 锅里边 锅里面 火能悠悠 把鱼 照明 不要增货 容易 酷 然后 不停 反超 这个必须要有耐心 不能大火 好 现在 已经超出 香味了 现在都可以了 现在管火 等一下 自然放亮 然后 剪成下一步操作 现在已经 自然热亮 再把它装到一个 容器里面 我选择了一个 大的克勒片 现在已经装饭了 装完之后 咱们把这个 药酒 这个中药 中药 中药酒 打开 然后把这个 射箱 超约 倒到 里面 起床 时 有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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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建 两个 一 两个 三个 一 两个 一 二 二 二 三 已经倒完了,倒完之后 摇匀 把它吸至摇匀 摇匀之后 把它倒到这个 玉米粒 这个碎玉米,还有这个米粒 然后 把袋子淋起 把它倒进去 好,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 密封 放两天 48小时 然后就可以了 这款饮料是一位老钓友 昨天我去钓鱼一个老钓友分享给我的 他自己做的 那个效果挺好 但是咱们做的不知道怎么样 两天以后 我去钓鱼试验一下 看效果到底怎么样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好,我是东哥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锈钩细线 如何快速绑钩 今天所准备的材料 一个绕线板 然后两个小锈钩 1号的 然后 一小块橡皮 然后 鱼线 先把鱼线 开成一定的长度 让我绕下满一周 剪断 那现在 就能用到这个橡皮了 橡皮 从中间 一小块 从中间开个缝 然后一头 插到这个缝里面 插到这个缝里面 然后鱼钩 从这个 钩饼 也插到这个里面 然后这是个像头 因为鱼线太细 看不清 等一下 我会用大线 给大家重新演示一下 然后鱼线的另一头 从这边绕个圈过来 从这边 从外面 不用从这个 不用卡到橡皮里面 这个从外面 后面有一定的长度 然后 两条线 和一钩 捏着 开始 正式针缠绕 这个绕的时候 不要绕太紧 绕太紧的话 等下拉线的时候 紫线会容易伤 容易弯曲 然后绕七到八周 然后开始 把这个线 拉 拉的时候 也不要拉得太紧 然后 开始调整方位 把这个 鱼线 主线 鱼的主线 调到 锅的内侧 好 现在 拉紧 剪掉 多余的线 好 现在 这一段已经绑好了 咱们开始绑下一段 下一段 下一段 还是这样 把鱼钩这段 绑好的鱼钩这段 卡到这个橡皮里面 卡到里面之后 这个 这一段 这个鱼钩 不要往外面太多 太多的话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绕的时候 它容易 上下摆动 容易缠线 然后 这个鱼钩 鱼饼也是放这里 线 从这里 绕一周 绕个圈 过来 这样 开始 线绕 7到8圈 把线收回来 调整方位 垃圾 剪掉 剪掉 多余一线 好 现在这个鱼钩 就绑好了 现在我给大家用 大钩大线 给大家 演示一下 为什么要用那个橡皮呢 我现在不用橡皮 给大家演示一下 不用橡皮的话 就是 两根线 就是一个圆圈 重叠 对向重叠 两个头 然后 鱼钩 握住钩 钩饼朝外 开始 看 你如果不用 不固定的话 这个看 这头线会跟着你跑 然后就 不容易缠绕 所以说 加了一个橡皮 加这个橡皮 就是为了固定 这样子它就不跑了 然后拉 然后拉 因为这个线粗 那个钩小 然后我就没绕那么多圈 就是说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就是说调整方位 拉紧 另一端 有鱼钩这端 放进橡皮里面 不要留到太长 然后这个鱼钩 钩饼 卡到里面 调整方位 调整方位 调到内侧 拉紧 好 现在 这个鱼钩就绑好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不懂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关注 或者发私信给我 我会给大家一一讲解 好 今天视频就拍在这里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东哥 有很多钓友 不知道怎么调漂 还有的钓友只知道中签找底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挂钩找底 然后调四 调二 今天呢 我就用调标筒 给大家仔细演示一下 如何 代钩 中签找底 调标 调四 调二 然后看一下 调四 调二之后 鱼钩 在水底的状态啊 好的 现在咱们开始 好了 咱们首先呢 还是要中签找底 然后咱们把 带钩的 放进调编桶里面啊 咱们带钩 放进调编桶里面啊 放进调编桶里面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 八字环 调缺 已经 到底了 调编到底 现在啊 那么咱们现在呢 就是 上拉浮飘 至 露出水面 一到两目 上拉浮飘啊 直到露出水面 一到两目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是一目 一目多一点啊 现在 八字环千坠 还是到底的啊 那么现在咱们呢 就开始 下拉浮飘 一个子线长度 然后 再加10公分到15公分 一般就是10公分 上面最上面这个太空头不要动啊 就是定位用的 也就是说你的子线有多长 你就拉多长 然后再下拉 10公分 第一个太空头不要动 好 咱们再放到水底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呢 这个千坠 还是到底的哈 那么 浮飘呢 也是沉没在水中的 现在呢 咱们就开始修剪千皮 修剪千皮 现在咱们做那个修剪千皮啊 就是 如果你调4.2 那么你就修剪千皮 修剪露出水面4目 好的 现在咱们开始剪千皮啊 如果 剪千皮的时候 如果下降快的话 那么咱们就 多剪点 如果下降慢的话 就少剪点 好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露出水面4目啊 现在已经露出水面4目 咱们现在呢 就开始带钩找底 带钩找底呢 咱们准备了一个小的工具哈 这是一个飘座 然后下面裹了个千皮 如果你带耳找底的话 如果有小鱼 闹钩的话 你带耳的话 你投下去之后 鱼闹钩 它就调的不不准确哈 咱们带耳找底呢 如果你 想掉零的话 咱们就 挂下面那个钩 如果你要想掉钩的话 那么咱们就挂上面那个钩 好的 现在咱们把这个放到水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哈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 底钩到底 上钩 上钩 离底 然后浮飘 露出半目 看一下浮飘 露出半目 那么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 上拉浮飘 直到露出水面 两目 好的 现在可以看啊 现在已经露出水面 已经现在是两目了哈 现在已经露出水面两目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个鱼钩的状态啊 下面鱼钩状态 还是底钩处底 上钩离底啊 那么咱们现在 把下面那个 签字给取下来 为什么要用这个飘坐呢 因为你在水域的话 你用其他的东西调的话 它容易掉啊 现在咱们空沟 放里面 空沟还是四目哈 现在空沟还是四目 那么咱们现在呢 咱们两个沟都挂上耳料 现在我没有开耳料 然后咱们就用两个玉米粒代替吧 这个玉米粒还是比较轻的啊 没有那个耳料重 咱们又用这种玉米粒代替 这种拉耳搓耳 这种拉耳搓耳 效果都是一样的啊 好 好了 现在咱们看一下哈 底沟玉米粒 触底啊 轻触底 上沟里底 然后浮标露出水面两幕 好 今天呢 咱们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有不懂的或者是没有看明白的 大家可以私信我 然后我给大家再讲一下 那那个 现在做的这个 调的这个就是那个调四调二 调零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 这个就是调四调二 调零的调法 如果你要调对的话 就是上钩挂耳 然后底沟脱底 上钩 轻微处底 这是就是调盾 调零的话就是底沟挂耳 好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 有喜欢的欢迎转发留言 评论关注 好的 拜拜